阿波罗新闻网 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直逼莫斯科 乌无人机攻势加剧 整个天空都红了 吓坏俄民众 北京宣布支持伊朗 以色列向菲律宾提供两架军机 小粉红气得跳脚 瓦格纳兵变以来第二次 普京躲到这儿 中美报道意外泄机密 习近平消失了 石板名副 权威确实受到挑战 但很快会露面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之机 今天是8月14号 星期三 我们每天在主频道和副频道各发表3到4个视频 在视频的结尾会介绍今天副频道的最新内容 欢迎您点赞 转发 留言和传播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通过真实资讯 超越同温层 做出明智决策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直逼莫斯科 乌无人机攻势加剧 整个天空都红了 吓坏俄民众 台湾新头壳GX账号BALOVE今日发布的消息 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三个军用机场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目标包括沃罗涅日地区的鲍里索格列布斯克机场和 则距前线650公里 是俄罗斯米格-31战机的主要基地 这次袭击标志着乌克兰在远程打击能力上的显著提升 此外 今天早些时候 乌军大规模的远程无人机 袭击了莫斯科地区 一个机场遭到了打击 报道指出 这次袭击涉及大约70架远程无人机 显示出乌克兰军方在远程打击能力上的持续提升 但有关普京专机ER-96被击中的消息目前尚未得到证实 北京宣布支持伊朗 以色列向菲律宾提供两架军机 小粉红气得跳脚 近期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 伊朗扬言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打击 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 中共方面突然表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和伊朗政府 引发以色列的不满 8月11日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伊朗代理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巴格里通话 明确表达了对伊朗的支持 并希望巴勒斯坦民族早日实现和解与独立建国 同时 王毅还对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遭到暗杀一事表示谴责 然而 中共的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以色列的反应 以色列通过艾尔比特系统公司 暗中向菲律宾提供了改装后的ATR-72600海上巡逻机 这款巡逻机虽然速度较慢 但具备长距离巡逻能力 和显著增强菲律宾在南海的监控和侦察能力 对中共海警的活动构成威胁 这一举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激烈反应 不少中国网民对此表示愤慨 认为以色列不堪一击 甚至有人扬言以导弹击落巡逻机 此外 当地时间昨天13日 菲律宾一架军用飞机接近黄岩岛周围 随后 中共出动两架战机驱离 还对菲律宾机箭发射照明弹 对此 菲律宾当局表示 中共的战机做出危险的行为 进而发动攻击 瓦格纳兵变以来第二次 普京躲到这儿 中美报道意外泄机密 近期 乌克兰军队向俄罗斯南部的 霍尔斯克州发起进攻 持续占领领土 引发俄罗斯民众恐慌 同时 有消息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已经逃离莫斯科 躲在郊外的地堡中继续指挥俄军 这一传闻在普京会晤巴勒斯坦总统 哈巴斯的报道中意外得到中国媒体的证实 推主Daniel Fang引用俄罗斯红星电视台的报道 指出这是自2023年瓦格纳集团兵变以来 普京第二次传出逃离莫斯科的消息 此外 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架 M8直升机飞离克里姆林宫的影片 加剧了普京逃离的猜测 中国环球网报道 哈巴斯将在12日至14日访问俄罗斯 并于13日在莫斯科郊外的新澳加廖沃关底与普京会面 这一消息证实了普京不在莫斯科的传闻 虽然无法确认普京是否躲在地堡内 但此消息引发了广泛讨论 网友对此评论不一 有人认为如果普京真的逃离莫斯科 可能不会看到莫斯科保卫战的爆发 也有网友表示乌克兰持续的无人机轰炸 已经足以让普京感到恐惧 习近平消失了 石板明夫 权威确实受到挑战 但很快会露面 日本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 近日在X社群平台上 就习近平的传闻发表看法 分析了这些传言的可信度 并表示习近平很快就会露面 路透社日前报道 越南共产党新任总书记苏林 将在下周访问中国 并将会见习近平 虽然中共外交部确认了苏林的来访 但并未确认是否会与习近平见面 这一情况引发了外界的猜测 许多人认为习近平消失了却有其事 对此 石板明夫分析认为 习近平目前应该是在北戴河 没有太多公开活动 石板明夫强调 从越南的角度来看 新任总书记苏林 接替前总书记阮富重的位置 其党内威望尚未稳固 首访选择中国 是为了彰显中越关系的重要性 如果越南没有得到可以见到习近平的确切消息 是不敢派新任总书记出访中国的 因此 中共应该已经确认 习近平会出面接见苏林 石板明夫进一步分析了当前中共党内的形势 他认为 尽管目前对习近平的宣传有所减少 党内也出现了一些不满的声音 但这并不意味着反习势力已经占据上风 最近一段时间 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公安部部长王小洪的讲话中 开始减少对习近平的提及 李强和王小洪都存在对人事安排有所不满的状况 李强是中共历史上权力最小的总理 而王小洪担任了公安部长之后 安理说能够成为政法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 可在二十大上却没有得到提拔 然而 这些迹象并不表明 党内反习势力已经足够强大 石板明夫还提到 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曾发生 例如 1963年上半年 人民日报减少了对毛泽东的报道 这是因为1962年 七千人大会后 刘少奇逐渐掌握了中共的主导权 石板明夫认为 当前对习近平的宣传减少 可能是因为中国面临的内部问题 包括经济 政治 外交等多方面的压力 对于未来的局势 石板明夫认为 在今年11月之前 中共党内各方都会保持低调 近代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贺锦丽当选 美国的对中共政策将对中共党内权力斗争 产生重要影响 他预测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可能会在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再次计划 今天副频道的最新内容是 乌军捷报频传 连他们也投降了 中共国记者充当特务 遭菲律宾调查 一键间谍网 党媒再高举邓小平威望与功绩 4800字长文提习近平一次 内蒙三贼设小偷公司 由董事长总经理 还向全国招人 请点击右上角观看 请大家多多传播和订阅 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阿波罗网主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下下拉 有主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主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主频道订阅 加入会员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